枕头上被烧出一块正方形痕迹 留下焦黑印记 机身炸开 手机壳也整个碎裂 当时民众吓坏 Po文表示回到家 想说怎么眼泪流不停 像是被呛到一样不舒服 没想到是备用手机 突然自然 我会放在有关 跟棉有关的上面 对 因为我手机 我就是放过 又会发热 所以我都不敢这样放 在的时候才会去充电 然后换电子尽量会换原厂 会比较保证 惊悚画面民众都看傻 当事人则透露 这台手机是2016年的iPhone7 使用的是副厂电池 不过当时并没有在充电 是充保电的状态 怀疑有可能是过热 又刚好放在枕头上面 放在枕头或是干在棉被上 基本上你说 没办法散热或是温度太高 是不太可能 因为你室内温度没有那么高 所以它是有压到或是折到 所以产生里面电子 可能折到 所以才会爆炸或是燃烧起来 专家认为老手机自然跟天气热 放在枕头无关 最有可能就是受到外力挤压影响 也有可能因为用久了里面的螺丝 不小心松脱 这时候如果刚好遇到电池膨胀 把离电池刺破 漏液 接触空气 自然几率 就会增大 专家表示如果手机折到或压到 导致这样的萤幕和机身分离 或者是像这样手机的电池膨胀 就要赶紧到专业的维修行 避免手机自然 这个已经有破掉或戳到的话 所以导致电池已经有开始漏液了 所以就是有漏液才会开始慢慢的会有燃烧 专家也提醒如果副厂电池品质不好 没有安规 使用一个月内很有可能电池就会膨胀 不过现在市面上的电池都有防暴系数 不至于到会燃烧冒烟 手机应该要避免做到压到 避免自然危机 董生新闻学医术温尔连在台北采访报道